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难道是比他小30岁的新任90后男朋友 按照肖强更新男友的速度 本来以为这段恋情也是5分钟热度 但却一直持续到现在 从之前流出的照片看 肖强著言有数依旧坚持少女路线 越活越年轻 肖强本名肖盈盈 1968年8月13日出生于台湾省新北市 身为家中最小的孩子 肖强自幼便备受疼爱 他的哥哥们将他捧在手心 视若珍宝 再加上本身家境富足 他的母亲更是将他当作小公主般教育 为了提升气质 肖强自幼便开始苦练钢琴和芭蕾舞 而他的母亲更是在他三岁的时候 就开始为他定制洋装 以培养他的出众的穿着品位 尽管彼时的肖强尚且年幼不懂得母亲的用意 但是这些苦心孤艺的培养 已经在不经意间对肖强的气质产生影响 更是对他以后的美艳惊人打下基础 随着时间的流逝 渐渐长大的肖强不负母亲的期望 出落得亭亭玉丽美丽大方 令人过目难忘 而就是这种与生俱来的美丽 引领肖强走上时尚娱乐的星光大道 1989年 高中毕业的肖强在同学的毕业纪念册上 留下一张大头照 而这张只为留作同学纪念的照片 却在无意间被广告公司的人看见 肖强不加修饰的美丽 立即引起了广告公司的注意 即刻发出通知邀请肖强担任平面模特 而那时尚且年轻的肖强并不知道 就是这份不经意间收获的工作 会对他的一生产生重大的影响 平面模特的工作并不轻松 冬天穿裙子 夏天穿棉袄更是常有的事 因为颜值抽中 肖强在平面模特圈深受欢迎 这也意味着他的工作更加繁重 唯一当时做模特的那段时光 肖强曾说 那个时候他平均每天要表演十几套服装 最多的时候一天要表演将近百套服装 工作强度之大 可想而知 不过那个时候的肖强乐此不疲 他喜欢这份工作 更享受那种被闪光的镜头和惊艳的目光围绕的感觉 彼时的肖强纯真无暇 当一些意图不轨的厂商老板提出非分要求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他总是坚决地回应 我是一个很保守的人 那时候的他恰如出水芙蓉 可远观而不可谢玩 这与他日后四处留情的行径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这期间 肖强的美丽吸引了著名男星钟正涛的注意 凭借着清诚可人的形象 他被邀请拍摄钟正涛的个人单曲 舍不得MV的女主角 不过这首单曲不温不火 并没能给肖强的事业带来过多转变 反倒是在这之后承接的斯瓦广告 将肖强的人生推向高峰 在这个广告中 美丽的肖强又纯又郁 将性感与美丽演绎得淋漓尽致 无数的男人守在电视机前 只为等待那短十几秒的广告 一夜之间肖强爆火 成为无数人心目中美艳与性感的代言人 更是在经过广大民众投票之后 获得台湾第一美女的头衔 贵贯翩然而至 好运接踵而来 爆红的肖强成功地吸引了咆哮帝 马锦涛的注意 经过马锦涛一番推介 肖强出演了人生第一部电视剧 《情深无眼游》 从此进入娱乐圈 凭借着亮丽出众的形象 肖强的演艺之路颇为顺畅 片约不断 从一名演艺新人 逐渐成长为较有名气的影视演员 清纯亮丽的形象 愈加深入人心 就在这时 肖强传出了第一条绯闻 1992年 肖强参演大导演 何东兴指导的电视剧 《爱在星光灿烂》时 在戏中 他饰演个性叛逆的飞崽妹李观叔 拍摄期间 因为演技细节把握不够 何东兴屡次批评肖强 而为了讨好这位九副盛名的大导演 肖强主动与导演拉近关系 又是主动关心 又是送水果 更传出肖强为何东兴 削水果而割破手指的新闻 一个是当红美女 一个是名声在外的大导演 两个人的亲近 一下子就引起了媒体的关注 各大媒体的新闻报道 纷纷暗指两人的关系 非比寻常 出入娱乐圈的肖强 一夜之间被舆论推上了风口浪尖 不过肖强与何东兴两人 均未对此作出任何回应 这段绯闻故事也如昙花一现 渐渐被人淡忘 但是没过多久 肖强便被爆出保养传闻 而这一次的绯闻 男友不是别人 正是著名的台湾电子大亨曹信成 正所谓英雄难过美人观 肖强的美貌令曹信成倾慕不已 于是便动用个人关系 主动结识肖强 而彼时的肖强年轻懵懂 面对成熟稳重 而且多精的曹信成 年轻的肖强很快便在曹信成的情感 和金钱公事下沦陷 哪怕两人之间有着21岁的年龄差 他依然欣然接受了曹信成的追求 而爆得美人归的曹信成 也毫不吝啬 出手极为阔绰 据传闻 曹信成曾赠予肖强 价值上亿元新台币的豪宅和金卡 更有媒体爆料称 曹信成每年付给肖强 3000万新台币的包养费 曾经令无数人心动不已的美人 被金屋藏娇 轮为黄金屋中的金丝雀 瞬间引来无数非议 然而已经被纸醉金迷的生活 迷惑心智的肖强 却对媒体表示 他是有钱人 他又对我好 我也喜欢他 我们相处得非常有趣 我们为什么不能在一起 可是肖强的豪门美梦 没过多久便破灭了 原因是风流多情的曹信成 有了新欢 而曹信成的新宠 正是苏惠伦 两人就此分道扬镳 此后肖强全身心地 投入到工作当中 1996年 肖强被言情太斗琼瑶看重 邀请他出演经典言情剧 一连幽梦 肖强在剧中饰演绿瓶一绝 随着一连幽梦的火爆 肖强的人气再度飙升 一跃冲上港台一线女星的行列 再加上台湾第一美女 这个名号的加持 她的演艺事业愈发红火 朝着职业生涯的顶峰发起冲锋 事业上顺风顺水 但是情感之路却颇为坎坷 2001年7月 媒体突然爆出 肖强再度被包养的传闻 而这一次 与肖强传出绯闻的富豪 则是台湾的水泥大王 林金龙 虽然林金龙的脾性不如草心城 身世温和 容貌也平平无奇 但是林金龙的财富却毫不逊色 对于肖强则更是宠爱有加 据媒体爆料 称林金龙每年付给肖强 8000万新台币的包养费 着实是一笔巨款 而且豪宅名车样样不少 据说林金龙送给肖强的豪宅 光化妆间就几十平米 尽管此时的舆论已经众说纷纭 但是当事双方均表示 两人只是朋友关系 肖强本人在面对记者追问时则表示 我不回答传言 也许是迫于舆论压力 这段剑目的光明的感情 黯然消散 无疾而终 然而曾经清纯靓丽的人设形象 却已经忽然崩塌 而仅仅一年之后 肖强又再度被爆出 与黄孔祥一起吃饭的照片 而两人则公开表示了彼此的倾慕之意 不过此后也再无下文 不了了之 几番绯闻之后 肖强的人气已经大不如前 2002年 新晋偶像林志玲经过大众评选 取代肖强 取得台湾第一美女的头衔 肖强的影响力进一步下降 事业更是直线下滑 而此时的肖强 似乎已经无异于事业的进退 更专注于在富商间周选 数年后 一则肖强的绯闻消息 再度引发舆论关注 而这一次 他的绯闻对象 则是有夫之妇 李耀文 媒体多次拍到 两人约会 以及当街拥吻的照片 一时间引发各方关注 要知道 李耀文可是有妇之夫 而肖强此举 则直接给自己 扣上了第三者的帽子 果不其然 没过多久 李耀文的老婆便带人打上门来 据说 李耀文的老婆 打上了肖强的额头 而在之后的记者会上 肖强坚称 自己额头的伤口 是在拍戏时候 不小心刮伤 事后 两人均表示 只是朋友 便再无下文 在这之后 肖强留恋于多个男人之间 先后被曝出 与核展传播的老板 许家森 初双入队 之后又被曝 插足台湾广告才子 范可卿和崔台卿的感情 并导致两人分手 而最近一次 肖强的绯闻男友 则是无数人心目中的 情歌王子 齐琴 2008年 媒体拍到 肖强和齐琴 在台北一起用餐 疑似约会 一年之后 两人在北京 被媒体拍到 牵手进出餐厅 对此 肖强对公众回应说 他想出唱片 所以才和齐琴 密切接触 而两人只是朋友关系 这么多年过去 身边的男人 换了一个又一个 却没有一个人 能够陪着肖强走到最后 或许这就是所谓的红颜薄命 如今我们的肖大美人 也已经五十有余 尽管他依旧努力 保持着美丽 动人的形象 但我们依旧能够 在他的眉眼间 看到岁月的痕迹 希望岁月将会肖强的 不只是保养肌肤 保持美丽 更希望他能用 纯真的心态 去面对爱情 不要被金钱左右情感 我们衷心希望 肖强未来的人生 更加美丽 那么今天就到这里了 喜欢雨姐的话别忘记点点关注哟